我们将主任代表接受 鲜花跟蛋糕 24岁的吕先生 在医护和父母陪伴下 庆祝重生 他是上个月20号 张滨海龙封电二氧化碳气体 外泄意外的重症患者 经过了一周抢救后 26号康复出院 回诊这天 他回忆当时情况 脑中还是一片空白 完全都没影响 我现在就是全部都没影响 我刚刚听他们老板讲的是 他是被打出去 第一时间现场人员跟警消 持续对他CPR 但呼吸衰竭 到院后状况也不太好 院方多管齐下救人 病发很严重的 带血性的酸中毒 那过程中还有 两侧明显的吸入性肺炎 恒闻肌溶解症 发高烧 急性的肝肾衰竭 这些都予以抗生素治疗 大量的点滴疏液 还有冰痰的治疗 整个病况就慢慢的受到控制 幸好转为为安 只是大家好奇 当时工人们都在做什么 等师傅在休息的时候 后面就没影响了 需要动到那个钢瓶 没有没有 那个钢瓶不是我们的重包的 钢瓶是另外一包的 所以你们的工作跟钢瓶是无关的 我们是被搏击的 吕先生说 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弱 感谢医护团队治疗与照顾 才有机会回归正常生活 但现在还是希望祝福 能往下延续 当时的二氧化碳外泄案 一共造成17名工人受伤送医 其中有4名工人中毒昏迷 吕先生出院后 19岁的准大医生 跟38岁工人都已经离世 他们希望昏迷中的 58岁流行工人 也能像他一样 在治疗后快快苏醒 TVBS新闻陈志中 陈红 叶红 彩文章话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